大家好 我是凡凡 现在在西村的拉萨 我在拉萨的这几天啊 都是天天住宾馆 自从我见到九个以后啊 都是九个 把我开宾馆的 所以说九个真的是太好了 这个就是几个把我开的宾馆 开了好几天了 然后这个价钱是80块钱一天 又是我的话只能住那个 他40块钱的那种床位房 然后环境很差 四五个人做一块啊 又脏又乱 昨天杰哥给了我一张早餐卷38块钱的早餐 结果就我今天早上去那个他住的酒店 这里是早餐 结果说那个早餐很丰盛 38块钱随便吃 这个宾馆还是不错的 这个宾馆还是不错的 这就是几个住的酒店啊 现在我进去吃早餐 就是这里了 这里环境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早餐是自助餐 看一下我点的什么 米饭 西瓜 牛腩 这个是把牛肉 青菜 这是萝卜 马上送水来了 哇 是机器人啊 这个怎么去水的 上面 它会收货吗 应该会的 你看上面 哎 你好 会不会收货 它不收货 你看 它上面有那个 收货房间号 收货房间号 305 它不会收货的 这个 1 2 3 这个机器人不怎么智能 话都不会说 关闭藏门 还有我帮你关闭 哈哈哈 hello 好了 你走 你走 连他都没有反应呢 反回中 他走了 这个是几个住的房间 刚刚我们吃完早餐 然后就上来坐一坐 这个水是 这个酒店 免费送的 嗯